今天我們要來介紹的是Blender的第一堂課 我們所使用的Blender版本是2.59版 我們首先要先告訴各位怎麼樣子下載Blender這個軟體 Blender是一個3D動畫的軟體 就像Maya或3D Max一樣 但是重要的是Blender是開放原始碼的而且不用錢 那你只要進入Blender這個網站 或者是在Google搜尋Blender就會找到Blender這個網站 然後呢按下Download這裡 那各位看到我們這裡有一個Blender 2.59 Stable 這是Blender的最新版 那我們可以選擇這個Render 2.59 Installer 它大小非常小只有20MB 那這裡Download Begin for a few moments 那也就是說幾秒鐘之後它就會開始下載 那由於我已經下載完畢了 所以我這邊就按捨棄 那如果各位下載完之後呢按安裝就可以了 那我已經安裝好了 所以我這邊已經有一個Blender的軟體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是2.59版 那這個2.59版呢一進來之後會是一個3D的畫面 那你可以看到這裡面呢有立方體 有這個是燈 有這個是相機 那這旁邊呢這裡有一個按鈕視窗 那這個按鈕視窗呢上面這一個是 上面這一個是 這個叫做 上面這個叫Outliner 就是大綱 大綱編輯器 那下面這一個 你可以看到它的圖示是Properties 屬性視窗 那這裡 有一個立方體 那我們如果在一開始的這個模式 這個叫做3D View的物件模式 那Blender的功能非常多 所以它的模式也非常多 那這邊看到的是3D View 有物件模式 編輯模式 雕刻模式 零點 繪圖模式 材質繪圖模式 權重繪圖模式 那最常用的我們是用這個物件模式 編輯模式 那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立方體 那我們可以按一下Shift D 這裡我們可以複製這個立方體 再按Shift D 又可以複製 那如果我們不要這個立方體 我們可以按X 就可以把它刪除 按X 就可以刪除 OK 那我們也可以把立方體放大縮小 比如說我按S 就可以放大 再按S 可以縮小 那隨便你 S要放大縮小 那 OK 那我們也可以做旋轉動作 那按R 就可以做旋轉 那如果你不想旋轉 按Ctrl Z 如果你想要恢復的話 按Ctrl Z 就可以恢復 Ctrl Z 那我如果按G 就可以做平移 平移 那這個是平移旋轉縮放 三個基本動作 那事實上呢 在下面的這裡 也有平移旋轉縮放的 模式按鈕 那我們現在正在 這一個就是平移模式 所以我這樣子按 這樣子它就會平移 那我恢復一下按Ctrl Z 那如果我今天選這個旋轉模式 我就可以這樣幫它旋轉 而且是沿著某個軸線做旋轉 那這邊的軸線有紅綠藍 那紅綠藍對應的是 X是紅色 Y是綠色 Z是藍色 好 接下來呢我們就可以做縮放模式 選這一個是縮放的 那這個縮放是沿著單一軸線做縮放 所以我先把它恢復一下 沿著單一軸線做縮放 所以這樣就壓扁了 這樣就變胖了 變長了 往這邊壓扁 這邊壓扁 變成一個棒棒 那我恢復一下 好那這裡是主要的一些物件模式的基本操作 那但是接下來還有我們要新增一個其他的物件 不能總是只是立方體 怎麼辦 按這裡 ADD ADD這邊呢 它可以加入平面 加入立方體 加入圓 加入球 然後有兩種不同的球 有柱 有追 然後有Grid 就是一個很多方塊的平面 那Monkey 是猴子頭 這是Blender裡面預設的一個比較複雜物件 Torrus 是甜甜圈 那我們就加個Torrus看看 所以我現在加了一個Torrus 那我加了這個Torrus之後呢 我一樣可以做放大 縮小 平移 平移 好 那這是我們可以利用這個ADD 另外我不只可以加Torrus 我還可以加燈 譬如說 在這個模式底下我們會看到 它不是彩色的 但是我們按F12的時候我們會發現說 它真的有造像 那這個造像還是黑白的 那我們可以把這些物件稍微改一下顏色 那顏色必須要用屬性視窗這邊來改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這個叫材質 那材質的部分呢 我們稍微修改一下變成讓立方體變藍色 你看到它已經變藍色 那我在這邊呢我新增一個新的材質 這個材質呢我設定是甜甜圈的材質 那我讓它變綠色 這樣就變綠色 OK 這時候我們再按F12 你會看到哇顏色出來 那不過這裡沒有地板 所以我們其實是可以幫它加一個地板 在這裡我按Shift A Shift A的功能跟直接選上面的ADD是一樣 OK 那我就可以再這樣把這個平面呢 OK 變大一點 再按F12 可以看到我們的世界裡面會有地板 那不過這個立方體浮在空中 這樣也不錯 那這裡呢 我們也可以為這個地板加個材質 地板加材質的方法是一樣 就是我加了材質之後我選擇顏色 那我選紅色好了 偏一點點紅就好 那這樣子我們這個世界看起來就會長這個樣子 那另外立方體這邊其實我們可以設定 因為它感覺好像有一個一個 你可以設定這裡Shading叫Smooth 這樣子它就會變得很圓 就不會覺得有靈有角的立方體怪怪的 那另外我們可以修改 就是切換視角 比如說我從左邊看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田田圈有點沉下去 另外呢這個立方體有點飛在上面 我就讓它直接在前輪圈的正上方 好那我也可以切換視角 左邊右邊 然後呢 背面 前面 下面 然後上面 OK 然後呢 相機視角 這個就是我們拍照的時候拍出來的那個角度 OK 好 那這是相機視角 那你可以看到 欸 它這裡 立方體其實並沒有完全在這個上面 讓它再正一點 OK 這樣看起來就不錯 好 所以 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哇 那Blender的功能 至少在 基本的3D都有 但是之後你會發現其實Blender的功能非常非常強 那我甚至認為它其實 其實並不比Maya或3DMath差 而且它在某些部分的功能 像它有後置的部分 像NodeEdit跟VideoSequenceEdit 我覺得它其實在功能上比Maya或3DMath更多 因為它包含了類似After Effects的效果 好 那這是我們今天第一堂課所要看到的Blender的基本操作 那 物件模式的這部分 物件就是3D View 這3D視窗裡面的物件模式 那我們是使用這個 預設的 預設就是這種3D的編輯模式 那其他的這些模式 我們之後還會再慢慢介紹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